HELLO,大家好,我是Rate 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我的万能包 就是这个,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因为通常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路上 我们会看到大多数的男生 他们都是没有带包包的 而我们女生90%以上,他们都是会带包包 今天这个包包就是我近期常使用的万能包 这个包包呢,我是去上班啊,还是去出街 或者是有时候去上课的时候呢,我都会去用这个包包 因为呢,我觉得它的尺寸非常的刚好 它收纳的物品也是刚刚好 这个就是我平时常常会带出去背的包包 就是这一款啊,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我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的钱包 你们会看到非常多的纸在里面,滴滴答答 因为我非常喜欢我的钱包是很搭的 就是普通啊,还了钱拿了收据 就会直接把那个收据放进我的那个批包里面 所以你们会看到我的批包其实里面很多纸 当然除了纸之外还有一些名片啊,一些卡片啊,一些钱 我还蛮喜欢这个钱包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大家猜里面是什么 它里面其实是 装了我的耳机,然后还有我的USB cable 我的耳机,耳机一定是必需品 就是你平时走在路上,你一定需要用到的耳机 还有USB cable 第三个呢,雨伞 这个雨伞呢,是我在DIY那里买的 我觉得这个雨伞它真的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品质摸上去真的是很好 重点是它这个可以按的 就是你打开,你不用用手推 你按这个它就会自动打开 第四个呢,就是我公司的这个卡 出来的公司里面还装了我的MRT的卡 就是这个 MRT的卡 公司的卡 我的眼镜盒 因为我本身是有近似的嘛 然后有时候我出去呢 戴隐形眼镜的话,我的眼睛会很干 我就会把隐形眼镜给它拖出来 就会随身的戴着我的眼镜 接下来呢,就是我的这个必需品 护唇精华 因为我本身嘴唇会有一点偏干 所以我会擦这个 就出去外面,只要感觉嘴唇很干的时候 我就会擦这个 这个真的很好用 而且它是变色的 你擦在你的嘴唇上面 过了五分钟 这样子你的嘴唇就会开始变红色 跟住你的温度变颜色 这个护唇精华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用 又不用带口红出去,又可以顺便帮你护唇 嗯,必备品 我的这一款 蛤蜊酸 蛤蜊酸我是觉得非常必备 就是通常长时间待到外面的时候 然后,你会感觉 你的妆很像没有这样好 然后你会感觉 空气很像跑进你的毛孔里面了 所以这个我通常四个小时 我都会查一次 这一款也是必备品 我的锁子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keychain 写着Sarawak Miri 这个是我在美里的时候 我买的这个keychain 然后,把它做成我的 锁子的keychain 终于扣第二个sandix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是wireless stick 它是用来这么 可以给我看key 就是我的电话 借这个wifi 就可以连接key来看了 这个它其实很像一个pen drive 可是呢,这个你需要插电 它就可以通过很多架电话 电脑 同时connect 这一个wireless stick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同一个时间 无价电脑可以同一个时间看key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用 我通常出去外面 我一定会带这个 然后我里面一定会装戏来看 有时候我回家的时候 坐在巴士上真的是很闷 我就会用我电话 借这个sandix的wifi来看 觉得还蛮不错的这个 嘟嘟 软的tissue paper 这个tissue paper 我觉得女生们应该是要带出去的吧 不然呢 有时候你跟男生出去的话 要用到tissue的话要讲吧 男生会问你 有没有tissue 哦,我忘记带了 这个时候你们就会给男生一种 嘟 诶,这个女生 你这样不是我想像怎么这样 女生是应该要带tissue的 为什么这个女生没有tissue啊 我觉得多数的男生都是会这样子想 当然有时候 我用完的时候 我也是会忘记 把新的一包放进我的袋里面 所以其实 我觉得 嗯 然后啦 我的包包里面就没有东西啦 你们看空空了 空空如也 刚刚我分享的这些呢 就是我的必备品 出去外面我一定会带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即时 不管去哪里 任何时候这些里面的东西我都会带 我会很少很少把东西加进去 除非我真的是会用到那个东西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收看